很多人都知道 抽菸汗吸二手菸会伤害身体 但却忽略了隐形的三手菸 评论医院今天举办 接菸味教熏导 由嘉一科医师高伟师主讲 他指出就算菸味散去 胶油为力人会附着在 医务毛发上 会随着碰触而伤害健康 对儿童的威胁尤其大 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 个人吸菸但是你不知道说 我们空气中所产生那些 毒性危害的悬浮为力的例子 那附着在我们的衣服 毛发 甚至是我们从口腔 孵出来的这些二手菸 那给小朋友吸到之后 有时候可能就是会造成小朋友 比如说他的一个智力发展 会变得比较迟缓 甚至是之后身体会产生一些 免疫风湿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对孕妇来讲的话 如果说他现在在怀孕当中 当然就有可能造成胎儿早产 甚至是流产的一个危机 医师指出门证常见新手爸爸来戒菸 主要就是怕影响孩子健康 107年屏东医院戒菸个案共255人 戒菸成功率近四成 相较于自行戒菸成功率仅3% 成功率超过10倍 医师鼓励有益戒菸的民众到医院咨询 你没有求出一个专业的医疗帮助之下 有时候光靠自己一个人要戒菸 有时候是真的很难 根除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我们常见为什么说他戒菸戒到一半 就没办法再继续下去的 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所谓的戒菸的阻断症状 那这时候如果没有一些家人或是一些专业的医疗人员 给你心理上的支持 或者是建议还有一些药物的辅助作用之外 那很容易你就会中途半毒而起 你就会 眼影就会发作 医师表示戒菸过程中要面对这段症状的挑战 和抗拒吸烟的诱惑 若意志力不够坚定 最终还是走向戒菸失败之路 为了提高戒菸成功率 民众除可求助戒菸门诊 二代戒菸服务计划实施后 住院急诊及社区药局也纳入戒菸服务 戒菸处方费用比照一般健保用药 每次不超过200元 低收入户 山地原住民和离岛地区不需要负担药费 犹意戒菸者可善加利用 评农西晚 张如云 张志豪采访报道